甲敬文一家参加节目,步步好动难控制,本妞被甲敬文整哭。 近日,甲敬文一家四口参加台湾的一档公益节目,全家人一起录制节目的场面还真是罕见。 大家的任务呢是给一只叫奈奈的雕塑柴犬上色,主持人先是给大家一一介绍程序步骤。 只见甲敬文右手抱着步步,左手抱着不妞,很认真的听着,只是这两个小可爱似乎都特别喜欢动,感觉甲敬文都要难以控制了。 很显然,爸爸来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孩子,而是完成给宠物狗的上色,所以总是聆听最认真的那个。 而步步,不得不说这孩子性格开朗哈,完全把录制场地当作是自己的家一样随意,一会儿跑这一会儿跑那,跟这只叫奈奈的狗狗互动十分频繁,连甲敬文似乎都已经放弃了对步步的掌控。 接下去,大家都开始动手上色了,步步对于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心,自然也就跑回来搭把手。 步步用画笔给雕塑奈奈的肚子涂成了红色。 只是这笔画太过凌乱,一不小心就往外涂出去了。 。 甲敬文一边要顾着怀里的的妞,一边又要指导步步画对位置,当妈妈从来都不是省力的活。 。 三分钟热度的步步没话一会儿又跑了,本来只想静静地玩个扭扭蛋的,结果被调皮的光星人给叼走了。 。 扎着两个小辫子的步步好无辜。 步步矮矮胖胖的,一身的婴儿肥十分可爱。 虽然步步的年纪小,但是已经懂得追求效率了。 。 放下细细的画笔,而是直接换了个大刷子,给雕塑上色,看得甲敬文都震惊了。 。 感觉步步全程好像都没有停歇过,不是一般的活泼好动呀。 。 画够了又和汪星人一起玩上了,BMMM,劳逸结合的方法步步倒是学得很快,利用得非常好哦。 步步一看就是心地善良的好姑娘,与奈奈相处的特别融洽,胸前背着的小包给步步又增加了不少萌点。 。 为了让狗妞与奈奈也有一个亲密接触,甲敬文故意叫了一声狗狗的名字,然后向狗妞的方向扔过去一个球。 。 于是奈奈奈就往狗妞方向跑去,但是没想到直接吓得狗妞哭了起来。 。 真是一个坑娃的亲妈呀。 。 最后大功告成,主持人做结束与完成任务了的修杰凯终于可以安心抱孩子了,但有趣的是步步却还在雕塑的后边,跪在地上,一步一步向前挪动,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很投入,真是太萌了。 。 好期待步步参加爸爸去哪儿,看看到时候修杰凯是如何hold住这个好洞的小工具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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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